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平解决海洋争端 做出应有的贡献 美国个别政客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当作异教徒 妄图搞意识形态 十字军东征 用心险恶 只要中国走独立自主 和平发展的道路 只要不走美国设计的道路 他们就视中国为眼中钉 逢中必反 我要证告这些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仰 任何人都无法对中国共产党受到 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现实视而不见 任何改变甚至遏制中国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注定失败 美国个别政客 言必称中国威胁 但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章程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都明确表明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反对霸权主义 相比之下 美国从未做出过像中国这样的政策宣誓 方言当今地区国际热点敏感问题 我试问 有哪个是中国造成的 又有哪些问题的背后 没有美国个别政客 忙前忙后的影子 这些人必须认清并接受的现实是 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而言 中国是促进全球和平繁荣的积极力量 而不是消极因素 是机遇 而不是威胁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访问法国期间 将会见法国领导人 并分别同 乐自扬外长和博纳总统外事顾问 举行会谈会见 就深化中法中欧关系 积极推进各领域双方交流合作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以及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议题 深入交换意见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个案 我建议你向我们主管的有关部门去询问 我想我能告诉你的是 我们希望澳大利亚能为中国企业 在要经营 投资 提供公平 公正的营商环境 中方正在对有关的 有关参加COVEX事宜进行研究 我想强调的是 中方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 卫生事业建设 积极履行疫苗公共产品化的承诺 将继续利用自身在疫苗研发和生产能力 等方面的优势 同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推动全球免疫事业 取得积极的进展 中国驻外使馆在外交部的指导下 一贯向中国公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对中国海外公民来说 驻外使馆就是他们的家 是他们强大的后盾 感谢观看 中国国际公约第30次 第30次 给你 谢谢大家